1987年8月27号 上海龙华气象站的一位工作人员正在测试数据 忽然 他在空中看见了一个螺旋状的物体 这个从未见过的物体会是什么呢 1942年一位英国人在天津街头拍下 绝大多数的不明飞行物照片受到了专家们的质疑 因为在今天后期视频修改手段已经十分发达 事实证明大量的不明飞行物 物体证据是伪造或者是恶作剧的结果 但就在1987年上海螺旋怪影出现后 相关部门收到了数百份的目击报告 描述的图形和时间完全一致 许多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诚实 还附上了单位的公章 一些痴迷于外星生物的人甚至开始了对螺旋怪影的分析研究 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 上海 浙江 福建等多个省份的人都同时看到了螺旋怪影 如果这个物体是出现在飞机可以达到的高度 不可能被好几个省份的人在同一时间看到 只有这个物体是在大气层之外运动飞行 地面上的人才能看到一样的形状 而螺旋状物体的直径是月亮的两倍以上 由此他们断定螺旋怪影就是巨大的外星人飞行器 那么 科学能够解释这个神秘的螺旋怪影呢 它在空中看见了一个螺旋状的物体 这个从未见过的物体会是什么呢 1942年 一位英国人在天津 绝大多数的不明飞行物照片受到了专家们的质疑 因为在今天 后期视频修改手段已经十分发达 事实证明 大量的不明飞行物 物体证据是伪造或者是恶作剧的结果 但就在1987年上海螺旋怪影出现后 相关部门收到了数百份的目击报告 描述的图形和时间完全一致 许多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诚实 还附上了单位的公章 一些痴迷于外星生物的人 甚至开始了对螺旋怪影的分析研究 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 上海 浙江 福建等多个省份的人 都同时看到了螺旋怪影 如果这个物体是出现在飞机可以达到的高度 不可能被好几个省份的人 在同一时间看到 只有这个物体在空中看见了一个螺旋状的物体 公众号回复比丘国 你就知道了 把密典的物体 improve 表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